跨區趕場 準備要選總統了嗎 要啊 當然要啊 真的要嗎 不是要不要 就是大家覺得會不會 我覺得這件事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憑第一聲雷 這樣出現一個民調 2024年侯友宜呼之欲出 新北市城民眾認為會參選 什麼意思呢 你看到 新北有38.9%的人 認為侯友宜會參選 28.3%的人認為侯友宜不會參選 不知道的人是32.8% 所以換句話說 你看 會參選是最大宗的 對不對 侯友宜要參選2024年的時候 現在變成是大家一直在討論的 一個大話題吧 我覺得 變成說到底是民進黨 民進黨就兩個人嘛 賴清德跟陳建仁兩個人 看是誰 可是國民黨看起來除了侯友宜之外 每一個能打的 每一個人 你說朱立倫派朱立倫出來嗎 朱立倫出來民進黨就躺著選 對不對 6% 7%支持度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侯友宜 我認為 他現在也開始去思考 然後扮演一個藍營的領頭羊的角色 你最近會看到 你看到 侯友宜 10月1號首度跨區 去台北市去服選 有幫張思剛 有幫劉采輝等人去服選 這件事滿罕見的 滿罕見的 因為侯友宜過去 他很希望跟國民黨保持一定的距離 包含勾頭都說 失誠優先 失誠優先 可是侯友宜這次跨區服選 我其實有認真看 他除了跨區服選之外 他們市政府還特別做一個新聞背景說明 他說侯友宜原則上還是市政優先 但是有餘裕的話會參與這個服選的行程 可是換句話 什麼叫餘裕 都是你說的算 對不對 你說有扣就有扣 你說沒扣就沒扣 韓國瑜到西北市造勢 沒扣就是沒扣 我就是不去 對不對 那這個張詩綱 劉產偉這些 你看他都特別找什麼 年輕的 未來可能會成為藍營新生態戰鬥力的 先去做服選 未來這些人如果2020年侯友宜選的話 這些人都有可能會變他的這個什麼 發言人 青年軍 對不對 新世代的議題的領航者 所以我認為啦 現在包含侯友宜的政治能量都很大 可是他現在遇到一個狀況是什麼東西 林佳榮這邊會操作 正好我們先看一支那個林佳榮的SOT 看到熟悉的老縣長回到新北市民 熱情打招呼 蘇系立委蘇巧惠吳秉瑞 還有議員等人全到齊 行政院長蘇貞昌領軍蘇系子弟兵 從宮廟參拜到率隊拉布條走到登山口 沿路拜託票投林佳榮 我們看到林佳榮這一次承擔蔡總統的徵招 選出向林佳榮好人才 新北就會有好將來 因為17年了都是國民黨執政 最小是新北市民支持 那換人換黨來做 林佳榮特地換上運動裝扮 蘇貞昌現身輔選 這是兩人第三度合體 民進黨團結平反轉 新北市長侯友宜 則是跨區府選兼拉台子弟兵 一號出席吳訊校競選活動 要大家一一二六投票日不能缺席 但尷尬的是 舉例對象是自家黨主席 這方話看似別有深意 林佳榮跳出來猛酸 侯市長嘴上說的 是好好做事 心裡想的是2024 朱立倫市長要選連任說是一模一樣 當然大家就不用浪費這一票了嘛 似乎一向努力認真做事 有別於造勢場合話講的大聲 一不小心得罪自己人 在市政行程上 侯友宜打安全牌 說要呵呵做事 而上週林佳榮三從總部成立 新北首場民眾大會師 展現高人氣 總統蔡英文二號下午 將第七度站台 民進黨大咖接力 要在第一大城市突圍 增加贏的可能 侯市長是我們國民黨目前在2022最強的母機 不但我們在新北市要強 也能夠帶動其他各個城市更強 那我們現在全黨團結一致 爭取年底的勝選 我們只有靠這樣一步一腳印 爭取年底的勝選 國民黨才有未來 所以任何扯到其他的地方 我們國民黨都是當作干擾選舉 好 所以正好 朱立倫那個答覆很有趣 干擾選舉 很酸啦 侯友宜是國民黨2022最強母機 那我就問朱立倫一件事 誰是國民黨2024最強母機 這個民調很清楚嘛 所以朱立倫絕口不提嘛 要搞清楚 侯友宜最強母機 你僅限於2022喔 2024是我老朱要出來 可是問題是你看 國民黨支持朱立倫 國民黨內要 只有一層是認為朱立倫可以選總統 五層都要支持侯友宜選總統 你知道兩邊差距有多大對不對 所以朱立倫很酸 有時候形思比很強 跟你也沒關係 我先幫你畫個叉叉 可是狀況是這樣子的 但是林佳龍的角度 他要在這個時候操作這個議題 對不對 當然啦 你如果侯友宜是要選2024 那你這次幹嘛要選 你不要選 你就只顧2024 所以你看林佳龍也發明了一個順口六 對不對 侯友宜口口聲聲說 好好做事 但是心裡想的都是2024 其實也發了這個順口六 所以我一直在判斷這件事 就是說到底這個現在普遍都講 侯友宜會選2024 然後普遍講侯友宜是 這個國民黨最大的母機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然後最高支持者 那到底對侯友宜是加分還扣分 對 而且這個你知道 做這個民調的是中時電子報 因為其實是中時跟中天 其實是比較支持國民黨 他選在今天放這個民調 到底目的是什麼 其實已經有營造侯友宜是 藍營共主這個味道 你可以把侯友宜營造為藍營共主 到底對新北市的選情 是加分還扣分 坦白講我覺得我很難評估 也會有一部分人認為說 那你只要2024 我2024就不用投給你了 反正你去選2024 可是也有一部分選民的心態 是什麼東西 我喜歡投給強者 尤其是侯友宜 現在墜落的 其實不是中天選民 他墜落是原本生然那塊 對他不諒解 你把它營造出來後 這一塊有沒有可能說 哇 既然你是共主 那我跟他含淚投侯友宜 好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難評估 可是我覺得很清楚的事情是 現在主角已經被我花一個叉叉 而林佳龍就是要主打侯友宜 2024年會落跑參選 這個主招 希望可以把侯友宜票把他拉低來 對 的確 希望可以把侯友宜票拉低